那么之前就有好多朋友问 说这个周杰伦跟刘德华的影响力 谁会更大一些 那么这两天这个问题被问的就更多了 那我今天回答一下 刘德华影响力会更大一些 理由有这么几条吗 第一个刘德华的这个受众面 其实是要广一些的 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通身边 就能够直观感受出来 你比方说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这个80后群体当中 那周杰伦当然是知道的 刘德华也知道 但是你要说像我们父母那一辈的话 他们可能不知道周杰伦 但是一定知道刘德华 对不对 这个80后90后父母那一辈的话 那就是60后70后 就在这一拨人当中 就是现在年纪五六十岁的那拨人 你不用说他 刘德华影响力肯定完胜 那周杰伦的这个粉丝呢 主要是集中在90后跟00后 这么两拨人 那么你从这个目前的 这个人口年龄构成来看的话 60后70后两代的这个人数 是要大于90后00后 这两代的这个人数的 这个地方呢 人口基数上就胜出一分了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群体就很关键了 那就是80后这一边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80后呢 两个人是肯定都是知道的 但你要说两个人的这个影响力 让他们这个 占个对二选一的话 总人数上还是刘德华影响力要胜出一些些 这里我可以举几个真实的例子嘛 我哥哥姐姐那一辈啊 我就问了一圈 周杰伦肯定也知道 但是你要说是周杰伦跟刘德华 谁的歌你们听的更多一些啊 多数会选择刘德华 前天我去那个前天 前天我去那个理发店啊 就我理了个发嘛 我问理发店那个小哥 他比我年长几岁 85前的 我问他这个问题 他说刘德华的这个歌呢 他相对听了多一些 能够爆出不少 周杰伦这边 他只能够爆出道香跟双检棍 昨天我去推拿 也是这样的 随机问了两个推拿的这个小哥 是吧 年纪跟我一样85后嘛 是吧 他们回答都一样的 都说受刘德华影响会大一些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了 那大白你是小县城出来的 你身边的哥哥姐姐也都在县城里面 往上的推拿师傅啊 理发师啊 那基本都是学历层面偏低的那一群 那一群人哈 你如果说是那个 像我们有些上过大学的 大学生可能就不一样了 反正我是80后 是吧 我们当初高中也好 大学也好 我们一般就听周杰伦 当时很火的 多数人都听周杰伦 这种情况呢 我跟各位讲啊 确实存在 那我也是85后嘛 这种情况我能够感受的 但真理的问题呢 就在于毕竟80后这个群体啊 那就是没上过 大学的人比上过大学的人多得多吧 你别觉得现在好像满街都是大学生的样子 其实不是的 你80后的这个大学生啊 只占了18%左右的 你多数人其实就是高中毕业之后 开始到到到社会上 为生活去打拼了 所以说80后这个群体啊 其实格局就很清楚了 85前的刘德华占优师 85后的呢 学生群体 周杰伦占优师 非学生群体呢 还是这个刘德华占优师 整体算起来 80后整体当中的这个受众影响力人数啊 还是刘德华占优 而说综合你前面这个因素 什么6070啊 9000啊 是吧 这几个群体你加起来一起看的话呢 从总人数上看 刘德华那就要略升一筹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刘德华 为什么说要能吸引到那么多的这个粉丝群体 这个我不说 你们其实也知道的 你不光说是唱歌这一块 跟周杰伦一样达到了顶级水准呢 你问题是他还有个电影呢 电影也做到了一线级别 一些大咖的水准呢 你这个对影响力的这个维持跟这个创造是很占优势的 因为音乐的话老实讲有规律的 你到了某一个点 没灵感就没灵感了 人气可能也很难再维持了 就是自然规律 但是演戏这个事情 人家谢贤86岁还能够拿这个影帝冲一波热度呢 对不对 只要你乐意干 愿意继续拼的 你就一直有机会嘛 一直有曝光机会嘛 那刘德华现在就愿意拼啊 没退休啊 四十年如一日啊 这终归是会对他的这个影响力巩固跟拓展有正向加分的吗 你想前几天抖音一直播 是吧 媒体铺天盖地 啪这么一整 哪怕00后 10后的这个小朋友都开始知道刘天王了 是不是 卓杰伦这边呢 就结婚之后 重心更多偏向于家庭了 当然这个也挺好 是吧 但在影响力拓展上 就会受一些影响嘛 还有一点你得注意的 刘德华现在不光是一个歌手演员了 他还跟陈龙一样 他是一个国宝级的歌手演员了 你国家层面需要唱一些大歌 做一些大宣传的话 就会优先 他是会被优先考虑的人选 这个时候他卡卡出来这么一唱 是不是又是一波影响力的这个巩固跟提升呢 周杰伦呢 相对来说 就是 把他有这个机会 那所以说综合起来讲的话 刘德华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这个社会影响力 相对来说是要大于周杰伦一些的 对不对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我是大白 小期百话听下 再聊